智泰科技公司与泰山高中在产学携手合作 全台首众的AI教育中心就坐落在泰山高中 而校方也为这项AI教育计划举办了接牌的仪式 除了作为全市人工智慧推动教育激励之外 并落实AI教育人才培训 更期待透过教育中心的成立 为迈向元宇宙提升竞争力 全台首创AI教育中心就坐落在泰山高中 包括新北市教育局长官 泰山高中校长孔令文 以及智泰科技公司董事长许志钦等人 也为迈向元宇宙提升竞争力 共同举行接牌仪式 智泰科技则肯定泰山高中 推动人工智慧教育基础扎根很落实 期待透过教育中心的成立 作为全市人工智慧推动教育的基地 泰山高中这边刚好他参加我们的 那个AI图像竞赛比赛 后也得到第二名 尤其孔孝兰领导之下 他们的人工智慧非常扎根 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边 可以做起始点来推广 高中教育的扎根 这是我们公司想签证给 泰山高中的首先的目的 消防感谢智泰科技 除了提供学校成为全台 第一所高中挂牌云端科技的 教育中心之外 同时还捐赠AI图像辨识工具软体 协助AI教学师之的培训 这对学生配合108新课纲 不断创新课程 与求变下发展特色课程 并对人工智慧 新兴科技的教育 在专业及技术层面 能够更加精进 感谢智泰科技 给泰山高中这个机会 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所的 这个云端科技的教育中心 那谢谢智泰科技 跟我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跟所有的科大做连结 产观学员 大家做一条龙的一个培育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能够培育这个 所谓的专业的师资 还有让孩子们能够多 配合新课纲 能够做多元的一个体验 那更而发展成学校的特色课程 在AI的应用方面 我们有教到 有教到PVQC 然后PVQC有辅导 证照跟比赛的进行 然后我们姿态AI OT 有比到第二名 我们在上课中 老师教会了我们什么是 人脸辨识跟姿态辨识 还有物体辨识 全国第一所AI教育中心 让我们孩子能够提升竞争力 新北市积极推动AI大教育计划 将人工智慧课程向下扎根 姿态科技捐赠软体给学校 为吸收场管学合作 提升AI素养及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育 再度往前迈进大步 新北AI大教育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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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黄又贤泰山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